我自己這樣說 短期我自己覺得真的反映了七七八八的 其實昨晚美股旁邊有好幾隻的金融股都回了下來 所以我覺得金融股短期裏面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博的 我覺得今年在香港上市 我會選擇的我會選擇多些本地的東西 就是說短期我會博一下恆生 中銀香港多些的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如果美國真的我當作加三至四次 香港應該怎樣都起碼跟回一兩次吧 但是最重要就是 原本上年大家已經是沒什麼可以up 11和2、3、8、8 變成如果剛才不是很流行說估值收復這件事 他們比較有一個大少許的空間 而且在前提下 為什麼剛才這麼強調短期呢 短期因為香港通常會一月份 就是現在在說一月效應 我覺得這段照片都是插一月效應多的了 就是說那個hyber相對會比較強勢 這件事情始終本地銀行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大家都會看著樓價的long growth 就是借貸增長 在這方面的底下 大家都會聽得出 其實前提就是我自己覺得樓價暫時 不是出現什麼大的變動 所以其實就是 我會這樣選擇旁邊那兩隻 如果旁邊那兩隻 你短期的就拿大約四日前的低位來做防守止蝕 就是你覺得現價也可能追入也可以的 是不是呢 因為看到它在年初 大家都開始本地銀行股都升了不少 其實我自己覺得那個尷尬的位置是什麼呢 就是我正如剛才所說的 其實是恆指那些東西 其實我們在看24,600都已經開始大阻力了 所以其實那個短期空間 一定是沒有幾天前那麼熟的了 但是最少要訂定短線的指贊位的支持 但是反過來的 其實上年有些人都會經常問 究竟如果我要等的 就是你等的位置就是等剛才所說的指贊位的支持 會變成就是別人 如果你當你現在這一刻買 有機會你的短期的指贊位、指涉位 是別人可能中線的買入位來的 這個其實很難說平時做訪問 怎樣去完全比整個套路 因為你要自己去衡量 你是想做一個短期的操作 還是中線的操作